狂飙,看懂黄瑶开的宝石节 在狂飙,这部电视剧中,高启强虽然未能生下亲生的孩子 但却有一个继子高小陈,和一个养女黄瑶,也算是儿女双全了 但这俩孩子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前者愚蠢又好冲动,硬生生卷入了二二八枪击案 最终惹火上身,还牵连到了父亲 后者看起来温顺乖巧,但背地里却在收集养父的罪证 如果说前者的高小陈是好心办了坏事 本义是为了维护高家,却没想适得其反 那么,后者的黄瑶可谓是处心积虑 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要让高启强难堪,并最终愿望得逞 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高启强带齐不薄,不仅给齐买宝石解开 还为了他情愿跳楼,可最后为啥却养成了白眼狼呢 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你看过狂飙吗 你认为黄瑶是白眼狼吗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点赞并添加关注,让更多人看到 今天,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黄瑶这一角色 黄瑶是一个非常命苦的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被黑社会打死 从来没有享受过母爱,跟着姥姥姥爷生活 后来,自己的父亲老莫行满释放 找到黄瑶,才在其悲惨的童年里,得到了久违的温情 但后面,自己的父亲老莫被高启强的伪善收买 背负了好几条人命,最终为了黄瑶不被伤害 在医院杀李洪伟的时候离世 可以说,父亲的离世,夺走了黄瑶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那树光 直到后来无意中知道父亲的死是养父高启强造成的时候 黄瑶彻底堕入了黑暗的复仇之路 他一心想着为父报仇,却深知自己的弱小 就只能认贼做父,装乖巧 在高启强家折服二十余年,对高启强言听计从 长大后进入高启强的公司 得到高启强的信任并慢慢接触核心账务 暗中收集高启强的犯罪证据 最终在调查组来的时候,选择了恰当的时机 一举揭发了养父高启强 再说说养子养女的事情 黄瑶就是个狼仔子 为什么说他是狼仔子 他在杀人诛心,简直是要了吃喝这么多年 还能为你舍弃性命也很好了 要报仇其实也可以 因为老莫就是阿强害的 怎么都没有毛病 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是狼仔子 因为公司的账目 其实黄瑶大可不必当着阿强的面举报 背后给安心不好吗 这样的话阿强的心里还能舒坦点 我这边刚为了你准备跳楼 这边你反手举报我 换做是谁谁不难受 对于高启强 老莫的确感恩辈志 所以才甘愿去卖命 可黄瑶呢 最终还是辜负了亲生父亲的期望 自从老莫去世后 高启强就认了黄瑶为干女儿 这些年在衣食住行上从未亏待过这个女孩 只不过黄瑶跟别的富二代完全不同 身上的穿着永远是偏朴素风的 这一点倒是随了老莫的性格 然而黄瑶依着看起来虽廉价 每天出门在外 开的却是百万级别的豪车 就拿他去找高小陈回来吃饭的那一次 看到穿着朴素的他 从豪车上走出来的时候 有种莫名的违和感 如果说他坚持父亲的性格 将朴素持续到底 那就不应该接受高启强如此贵重的礼物 可黄瑶还是接纳了 而且开得理所应当 虽然高启强对黄瑶很好 但是他也是在利用黄瑶 而且高启强的好是黄瑶的乖巧换来的 当时我还奇怪小时候的黄瑶和长大后的黄瑶性格怎么那么不一样 其实一直都是伪装 带入黄瑶的视角真的太牛了 所以只有在真正的爸爸面前才敢耍脾气和任性 高启强不让妹妹和儿子沾手生意 但是黄瑶却进了公司 他是高启强啊 安心说他付出代价太大了 意思是知道了太多肯定的黑暗的组织 相反 是他亲手将女儿拉入局 让女儿成为了高启强的棋子 但是老莫依然心存侥幸 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一次任务 只要自己能够有用 那么女儿黄瑶就是安全的 医院里 当老莫得知自己上当 只能复死的时候 他心里是不安的 是不甘的 这一辈子 他爱过两个人 一个是女友黄翠翠 一个是女儿黄瑶 他拼尽全力去对他们好 可最终 自己却害得他们都没有了安稳的生活 老莫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只能寄希望于高启强和陈淑婷有良心 能够善待黄瑶 老莫看不到的是 没有了他当保护伞的黄瑶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感受到爱和呵护了 其实留心观察会发现 高启强的那些手下 也有些看人下菜碟 对于高小陈的大家都很尊重 毕竟那是大哥最爱女人的孩子 高启强在人前的时候 过他在寻找时机 一句话让高启强后院起火 常言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句话用在小黄瑶的身上 简直是再准确也不过了 要知道 唐家兄弟在商量强盛集团的阴汉业务之时 从来都不避讳黄瑶 甚至是高启强本人 有时候也会当着小黄瑶的面 说一些不光彩的勾当 而高启强他们之所以感肆无忌惮地 在小黄瑶的面前大声密谋 其主要原因就是小黄瑶一直以来 都很任凭他们派遣与摆布 从来也没说过一个不字 可事实上 黄瑶又岂是一只真正的小白兔 在处理公司账务的时候 黄瑶留意到一笔去向 不是很明确的劳务费 他直接就猜到是高启强派人 刺杀他自己以及高小陈 而小黄瑶就在事后 把这个事情透露 给了高启强最在乎的妹妹高启兰 从而使得高启强在一时之间方寸大乱 他爸爸当年把他托付给高启强 其目的是希望他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可他却因为无意间听到的真相 就生出了仇恨的种子 在仇恨的滋养下 他用付出惨痛代价的方式去报复高启强 得知高启强被执行死刑 他也伤心 也流泪 更会心不安 但他不后悔 也许黄翠翠当年真的不该生下这个孩子 如果 如果老莫凡是往前看 不执着于报私仇 就不会成为高启强的杀手 他们父女俩就没有这么多的波折 再如果当年唐小龙没去香港 或者小黄瑶没听到唐小龙与陈淑婷的谈话 这样至少他能在高启强的庇护下生活得快乐一点 黄瑶可以私下将那个硬盘交给安心 没有必要当着高启强的面 毕竟高启强也是养父啊 养到这么大也有养育之恩的 对高启强而言 这两个孩子一个养子一个养女 都是两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崽子 同样的 徐江作为太叔的干儿子 高启强作为太叔的干儿子 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没有血缘关系 只有利益关系 网友调侃这是一部鼓励生育剧 不过听起来确实有点道理 高启强走向灭亡那是必然 可是某种程度上 养子和养女加速了这一过程 高启强到最后终于发现了 这个世界上和他最亲的就是弟弟和妹妹 他最爱的那个人就是陈淑婷 而养子养女没有血缘关系 终究是狼仔子 一直想把他拉回正道的那个人 名字叫做安心 高启强这辈子最对不起 最需要感激的人也是安心 我是你的老朋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讨论 喜欢就请点个赞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